好 主播觀眾馬上帶來關心道選戰 剩下倒數兩天 可以看到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還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是以雙母雞之姿 今天是在新北市盧州大車嫂 那麼可以看到呢 他們現在是沿著盧州的大街小巷 就是在選戰倒數關節 要拼搏近身的和民眾打招呼 來搏感情 來看一下現場最新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這裡的郭家外做的好朋友 大家以前好友誼 好友誼 好友誼 現在拜託大家 我們這裡的好朋友 大家好友誼 大家以前好友誼 我們這裡的好友誼 謝謝 主持人 謝謝 謝謝 好友誼 拜託大家 好友誼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友誼 好可以看到呢 侯友誼還有朱立倫 現在是沿著盧州的大街小巷 來車嫂 而對她來說 就是回防她的本命區 新北市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今天在戰車上 是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擔任麥克風首 和沿路的大街小巷的民眾 來打招呼 那麼可以關注到的 其實是在稍早的時候呢 是侯友誼還有趙雙康先 一起開了國際記者會 向國外的媒體來公布他們的兩岸政策 而再重新的提到說 馬前總統說到了 要相信習近平 不過侯友誼說 這樣的想法跟她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對她來說 不會對中國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想法 那麼她也說到了 在她任內如果當選的話呢 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那麼呢也不會觸及到統一的議題 那麼可以看到呢 那現場最新在明天的時候呢 花兒宇還要再來到台中 在選前的時候呢 選前之夜就在新北板橋 和藍營呢就在 藍綠張在板橋PK 而也希望爭取最大的支持 以上的現場最新將時間鏡頭 講給朋友主播